大家吉祥 今天要来为大家讲《楞严经》 《楞严经》是在佛陀涅槃700年以后 印度的大乘论师 龙殊菩萨他在世期间 他弘扬佛法 因为他行解证物殊胜 所以受到龙王的礼遇 于是被请入龙宫说法 在龙宫中他见到了龙葬 在龙葬里面其中有一部 《大佛顶首楞严经》 他阅读过后 让他感到非常的稀有难得 于是龙殊菩萨就以他超凡的激励 把整部十卷的楞严经全部背下来 准备用来利益事件的众生 当他从龙宫回来以后 他就把楞严经默写出来 呈现给他所在的国家 国王看到了以后 也非常的重视 就把楞严经奉为国宝 把它藏在国库里面 而且禁止外传 楞严经还没有传到中国的时候 就已经盛名远播了 在公元580年的时候 有位印度的僧人 他来到了中国 他听说我们东土有位智者大师 号称小世家 于是他前来拜访 两个人见面之后 相谈甚欢 双方都很高兴 这位印度僧人告诉智者大师说 您所说的指观中的三种观照的观点 和我们印度的楞严经中的指趣 几乎是一致的 智者大师 他一生弘扬的是天台指观 成就殊胜 当他听到这话的时候 他自然对从来没有看过的 忍严经很感到兴趣 因为他研读妙法莲花经的时候 曾经对经中里面所说的六根的功德来源 心中有所疑念 于是他就向这位印度僧人请法 印度僧人他说 楞严经中在关于这方面的义理 他阐述的十分的详尽 智者大师听了以后 他就想 就希望多么尽快能够拜读这部楞严经 于是他就非常殷勤恳切的 齐请这位印度僧人 希望他能够设法将楞严经奉请来我们东土 当印度僧人走后 智者大师因为求法心切 他还特别在他所住的浙江省的天台山的花顶上 设置了一个拜经台 面向西方印度的方向 他结成的礼拜 大家知道他拜了多少年吗 总共拜了18年 这18年来就这么殷勤恳切的礼拜 很盼望的楞严经能够早日来传到我们东土来 传到了吗 没有 更遗憾的是 这一代佛门龙像的智者大师 竟然在公元597年的时候往生了 一直到往生以前 他都没有能见到这部经典 后来在印度国有一个法师叫做巴拉米迪 他听说号称东土小世家的智者大师 他为了这部楞严经 整整礼拜齐寝了18年 而且是每天不畏寒暑般的精进不懈的礼拜 那种追求真理的精神 让巴拉纳迪法师 他觉得非常的感动又很钦佩 并且他觉得这部经和东土的众生必定有殊胜的因缘 他决定要把楞严经抄录出来 并打算把经本藏匿起来来带到中国来 不要路过边境的时候被驻守的官吏 他搜查到了 而且把他没收了 因此不许巴拉米迪法师出国 法师没办法只好反国 但是他红法的心丝毫没有动摇 怎么办呢 法师都想到 那么就把楞严经背下来 这样子就不会被查收了 大家想想看 这古代的僧人那种激励 这是石卷的楞严经 于是他把楞严经背首后 他就再次启程 好不容易到达边境以后 但是因为旅途艰辛的奔波跋涉 他非常的疲劳 因为太疲劳了 所以他把经文也忘失了许多 没有办法 他只好重新再返回 如此经历了两次的挫折 巴拉米迪法师 他红法的怨心 却更加的坚定了 他发愿一定要把楞严经 传到中国 最后他竟然采用了一种 常人很难以想象的方法 怎么样难以想象呢 他先把经文写在一种 极细的白布上面 然后呢 把他手臂上的肌肉割开来 再将写好的经文的布塞进这个手臂里面 然后再把伤口缝合 等到伤口平复了以后 再行出国 在这一次 巴拉米迪法师成功的渡海到中国来了 那时候正值唐朝宗宗皇帝继位 神龙元年初 也就是公元705年 法师到达广州以后 但正好碰到当时的宰相房隆 他在广州负责当地的政治事务 房隆宰相是佛教居士 而且他受过菩萨戒 他知道法师的来历以后 他很重视他 于是他就将巴拉米迪法师 奉请到制止室住下来 在易经的准备工作中 法师他剖开了手臂上的肌肉 取出了经文 却因为时间太久了 他白布上的血肉已经模糊了 这个经文实在很难辨识 这就更不要说是翻译了 当大家都处在忧虑之中的时候 这时候奇迹的事情发生了 旁边有一位雅女突然开口说话了 她说用人奶清洗白布上的血字 字迹就会显现 大家就试用了这个办法 试过了以后 这个白布上果然献出了经文 大家都皆大欢喜 经过了周密圣众的筹备后 就在神龙元年5月23日的时候 正式翻译 由巴拉米迪法师担任益主 北印度米且释迦法师翻译 怀底法师正式 再由防龙宰相笔录 来认识这个文采 因为防龙宰相的学养 渊博深厚 所以任盐经的文字是十分的典雅优美 他们是如此的艰难的把任盐经的传来东土 并且翻译成功以后 巴拉米迪法师 他功德圆满就回国了 防龙宰相将此感人的事迹和翻译好的任盐经 奏请送入朝廷 但是朝廷却没有及时颁布红传 这是一直到禅宗的北宗的神秀大师 他进到宫中去弘法的时候 他特别知道宫中有典长这部经典 特别奏请把任盐经给抄录出来 又得到防龙宰相的家常原本 因此任盐经才开始流通 修学任盐经的风气 才因此在全国逐渐盛行开来 由此可见 古人经历了千辛万苦的 把这部经传到了中国 那种未法忘趋的菩萨精神 更是让我们觉得是如此的珍贵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珍惜任盐经 他是佛教的代表 自古以来就有任盐心正法心 任盐灭正法灭的美誉 任盐经他不仅文字简洁优美 而且意理精妙 说理详尽 经文的内容包罗万象 这不但是一部佛学大全 更是一部指导修行者 从出发心到修行成佛 一个很有系统的实修手册 任盐经他是以佛陀弟子 阿南化缘的时候 他遭到摩登前女 以邪奏的方式 引入了淫世 显些破戒的故事 来作为开篇的续分 在正宗分的部分 包括有修任盐大定的方法 解脱的方式 以及菩萨修行的次第 大家对开悟的人 和开悟的方法 都特别的有兴趣 而在任盐经里 还有25位的菩萨圣者 他各自表述了自己的开悟 正果的成就的 25个圆通的法门 另外内容呢 还详细的说明了宇宙 和生命的奥秘 以及这世界的成因 还有这众生轮回的因缘 另外还有五十阴谋的境界 还有正法和邪法 又应该怎么辨识呢 每一法都一一的剖析 而且次第分明 任盐经是教人明心见性 明辨是非邪正的经典 这是修行者在菩提道上的明灯 在末法时期 灾难和祸患频频发生的时候 邪说到处的流行 祸乱人心 有时候不见得是外在的境 在影响着我们 而常常是我们自己的心 我们常常活在虔诚往事中 在自我束缚 而自我折磨 有一句话说 你抵抗什么 那什么就会扩大 你静观什么 那么什么就会消失 任盐经的修行重点 就是荡向潜直 舍望归真 让我们多依照任盐经的修持 才能够把我们这颗心源意玛的心 能够回归 回归到自己最单纯的本心 清净平等的法界之家 这就如六祖坦经所言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诗之水度其间 其见任盐谈 让我们一起来修持任盐经的法门 那么在修行上 就会更有把握 能够真实的去观照 佛法要得力 就要将这个只是听闻的知识 转成内心的绝躁 才有真实的断获正真的功德 我们要在不生不灭的心性上修行 而不是一直在内在或外在的向上打转 那么即可转苦难为福德 化灾殃为吉祥 让我们学习星云大师的祝福 愿我们献正法喜安乐 永断烦恼远离无名 祝福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